听听美丽故事 大家好,我是美玲 之前听过这样的说法 说男人低于1米75就是二级残废 不知道这句话的远远是出自于哪里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能看到 不管是1米5,1米6还是1米7多的女人 大多数都喜欢找1米8多的男人 而很多女人在择偶标准里 也是希望能够找一个高大帅气的男人 但是爱情是不讲道理的 当你遇到对方的时候 即使对方不满足你的择偶标准 你也会深深的被他所吸引 那么嫁给身高比较矮的男人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墨女士说自己不足1米6 丈夫1米65 感觉是刚刚好 太高的话挺有压不感的 这样两个人做一些亲密的事情 比如说接吻 一个不用弯着腰 一个不用使劲昂着头 感觉挺美好的 当遇到爱情之后 身高呢 根本不值得一提 王先生说 妻子比自己高的感觉呢 就是走在街上 会接收到各种目光 但是两个人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之前还听有人呢 小声议论过 以为自己很有钱 才娶了一个这样的高挑美女 听到这话呢 自己很骄傲 现在对于各种言论 已经可以选择务视了 嘴长在别人的身上 管他们说什么 生活是自己的 两个人幸福就好 最后一位呢 黄先生说 自己就比妻子呢 高三五厘米 根本看不出来 而与自己在一起 之前的妻子呢 特别喜欢穿高跟鞋 但是现在 满鞋柜里都是平地鞋 他感受到了 妻子对自己满满的爱 两个人不管走到哪里 都手牵手 结婚多年 和合着恋的时候一样 身高呢 是一个考虑的因素 但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只要你爱他 他爱你 身高呢 根本就不是问题 不知道这件事情呢 你们是如何看待的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